各位,這個消息來自華盛頓郵報 就是剛剛今天的消息 它說有一家人提早安裝好聖誕燈飾 但很可能被告要罰一千元 原因是在社區內有規矩 一定要在他們的Friendsgiving之感恩節後 才能夠開聖誕燈飾 在一個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 竟然提早開聖誕燈 都不可以在自己家裡 不知道影響什麼人 為什麼要規定時間 有人投訴的說話 雖然老爺不信神 我也不會反對那些人 是有聖誕燈飾的 為什麼在一個最自由的地方 反而這樣也不行呢